这次行动 是要化妆成抗日战训团的战士 在长沙城内的大剧院 大商场 民宅等十五个地点放火 动作要快 还要招摇过势 要让越多的人看到你们越好 是 为了使这次的计划天衣无缝 我们借用火烧长沙城 架过共产党 挑起国共矛盾 放火之后 会有人成为替死鬼 现在 不要你们告诉我 你们怕不怕死 不 好 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战士 你们的牺牲将为天皇效忠 大日本民族会以你们为骄傲 天皇咱们都天 大日本新参 报告上讲 运航中进方向发现火光 好 同志各部方便 来 进化行事 马上点火显示 是 等等 长作 此事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 不能草碎行事 我看 还是等尚风的命令再行动吧 汉爷 这文件上写了清清楚楚 以起火为好 现在这剧场和商场已经起火了 这起火就是信号 这信号就是命令 你还等什么 一旦点了火 几十个部方便就得同时点火 其他团部的弟兄们也会响应我们 一旦点了火 长沙城就毁了 我们现在只是看见了火光 还来不及确认是不是行动的暗号 要不这样 我带一支队伍去剧场看看 到时候查明白了 再行动也不迟嘛 不行 你这叫阎谷军机 其他部防的部队 估计已经点火了 如果我们迟迟为动 这尚风怪罪下来 受罚的不仅仅是我吴成勇一个人 这可是我们整个189团 老百姓还来不及撤离 点了火 老百姓怎么办呢 你别忘了你是军人 行了行了 废话少说 电火 我必须得通知百姓 陈语 给我站住 警察 multitude 多危险 大哥 别急 中国 匪序 37 道警 机 许 HA 肖像 走 走 快公主们 快到公里来 快点 都说安全 你们在上前 快点 快点 你们让我回来跑 你们人会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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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op 快到公里下来 自己哪儿 自己哪儿 那有人吗 给我给我 你妈快出来过来 那妈人别跑了 大老师一会儿 就会带战区团的战士们过来 帮我她的 这这果子战区团的人放了 他们才不过来救我们呢 不可能 你别乱说 终于安全会到空地上的爱 你们都要向爱 没事 现在你怎么来了 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家里没事吧 家里还好 这下怎么也着火了呀 这不是刚把火壶灭吗 小姐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来的路上 看见好几个战区团的战士 他们到处放火 你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我来的路上 他们正在烧民宅呢 有好几个就是战区团的战士 看见了吗 没说谎 这怎么呀 我去扔下老师了 小姐 现在外面太乱了 你到处都是火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不行 我得问清楚了 小姐 小姐 快点 快跑啊 长大神马上就打占了 好啊 再让国力的快跑 快跑啊 长沙神把伤就爆炸了 跑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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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小哥的火啊 不攘有一种 Karan pian 林杰 我问你 这火是谁放的 都是战区团那帮人干的 人呢 逃啊 去 报告組模画 行 刘厅长和李厅长家也被人烧毁了 好多政府大员的家都被烧毁了 金工记者说是战刑团那帮人干的 这帮胡蛋下干什么 快去救我 小五 跟我回他家 是 爸 妈 参谋长 参谋长 不能去呀 别拦我 你拦着我毕了你 你开枪吧 确严肃死 你撒开 参谋长 参谋长 少爷 少爷 老爷和太太已经搬到郊区老宅这里去了 说什么 他们走了匆忙 让我来告诉你 你赶快回去 是 你们报告平安 是 少爷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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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再快一点 快 快 快 同志们再快一点 前面的正式会快 快 快 夏老师 金工来 你来得正好 正好我们人手不够 你赶紧组织同学们上去救火 赶紧组织 救火 你在放火是吧 你说什么 你们怎么能抓住这样的事呢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金工你在说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你没看见我们在救火吗 大家手忙脚乱的 你还跑来指揍我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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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到了 战训团的战士在放火 我本来是不相信的 这谢儿亲眼看见的 他不会骗我的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下来过放火的命令 而且我们的战士都在救火 你看看 我们的战士已经有人受伤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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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再来一个人 等等 你看什么 信看见我们战训团的战士在放火 他是怎么说的 我说很多人 都穿着战训团的衣服 但是天太黑 还没看清楚 孙子 救救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还在屋里呢 大嫂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在里边 不是 是 是 救救我的孩子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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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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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快救救我 儿子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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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怎么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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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大嫂 大嫂 可别这样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来吧 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来 来 快 快 来 两个人 孙子 对不起 怎么会这样呢 静谱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还有这么严重 我必须立刻向徐征回报 这一定是一个大阴谋 那是一个大阴调的事 你只能做出出出出出的事 的事 都没有 你怎么才来呀 天都亮了 我都急死了 给 阿里阿团 谢谢程美娟 英子 看你 那天在危险中的时 我心得很难过 你不用替我担心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 我再次呼吸 我当然知道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为了这个计划 我会义无反顾 对的 对的 你战相法是对的 不管你立下多少战功 你的日本血统 注定了中国人不会接纳你 就包括你的身份 你也隐瞒事实 不是吗 所以你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才能守住荣誉 自从他抛进我们墓子的那一天 自从他抛进我们墓子的那一天 我的身体里面 只剩下我们母亲的血液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 让我活在卑贱的影响里 还不如让我痛快地去死 所以英泽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我唯一的爱 只有你了解我 至于 孝宗帝国和天王 是我的选择 程美军 如果你的胜利 没有流淌日本人的血液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好吗 我对你的爱 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除非我死了 不准你说这样的吗 对 这是地址 按这个地址去抓人 太好了 他们的死 成就了这个完美的计划 喂 我是叶冰贤啊 叶市长 我是薛悦 是 长沙纵火案到底是什么人擅自行动 现在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马声都传到我司令部了 说薛悦要弃城投降日本人 弄得我是无地自容 是 司令 您请息怒 问题很清楚了 是抗日战训团的人先纵火 我们只是点火响应啊 罪魁祸首不是我们 是战训团里的共产党 你现在跟我说是共产党 老百姓会相信吗 要拿出证据了 这件事情必须彻底清查 是 师祖 薛司令又生气了 你说呢 战区司令官的声音 把我的耳朵都快给我吵笼了 吴承勇啊 吴承勇 平时打仗的指护有方鬼子的最多 怎么这次行动 怎么草率啊你 师祖 当时大家都是待命在身 看到起火自然以为是信号 不光是我们团啊 其他团也纷纷响应 要我看 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 是在共产党身上 他们打着抗日的起火 却让战训团为所欲为 出了事还倒打一耙 战区司令官 已经要求全程严查纵火犯 马上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是 师祖 我倒有一条线索 快说 据郑阳宫叶总会的一名清洁公署 起火了当天晚上 他看见战训团的几个战士 从叶总会后门搬出了很多炸药箱 叶总会 师祖 您这是 让真机去去抓人吧 这件事我们不能去啊 到叶总会抓人 那是警察厅的事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去通知警察厅的潘厅长 让他去办 让他去办 嗯 各位 这是我们最后的相聚了 大家通快喝吧 我来收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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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大家一杯 帝国 不会忘记你们 拜托了 嘿 来来来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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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点 我喝点 别动 别跑 抓住他 别动 都给我老实点 凭什么抓我们 我们是战训团的 抓的就是你们战训团的 你们是康尔教王狼队伍 你们有本事不去打日本人 反而来破坏自己的同胞 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什么地方 啊 吃了雄心爆散了 说吧 是谁指使你们放火的 你说 不知道 是不知道啊 还是不敢说呀 你们有放火的胆子 可却没有承认的胆子 一群贪生怕死之徒 说就说 没错就是我们没放的火 果然是你们战训团干的 都给我关起来 走 走 走 何队长 幸福 马退掉 我说何队长 您这只动动嘴皮子 不动手 这能审出什么东西来 这些人是共产党 死硬得很 对他们得用手段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把人交给我来审 我保证 明天天亮之前 一定让他们说出来 是谁下的命令 您看如何 马队长 这人可是我抓的 跟你们宪兵针机队 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现在这个时候来要人 是不是跟我抢功啊 哪里哪里 我这是关心 咱们相互帮助吗 关心 姑且不必了 我告诉你 这次抓人这么顺利 这全是我们 潘厅长的情报 是他亲自下的命令 何队长 恕我直言 你们潘厅长 你们潘厅长算个屁呀 我还是我们成风思量部 夜思量派来的呢 哦 夜思量 那夜思量算个屁呀 有什么事 让他去找我们潘厅长去 那 那代老板的花也不好吃吗 代老板 代老板谁不认识 我还告诉你 这件事 第九战区司令展官薛月 非常重视 潘厅长呀 要亲自提审这几个人 你和我就别争了 请吧 废物 你是长沙城防司令部的人 你抬出个夜笔鞋你能押住谁啊 可是 我也提了代老板 他们也不理啊 混账话 谁 我是 是 小沙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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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记得 那不是我们犯的 就是你们犯的 我亲眼看到的 衣服和你们穿的一模一样 就是你们上了我的家 小沙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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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务之急 是要马上澄清我们自己 我要立刻去见歇悦 把事情说清楚 夏老师 夏老师 战训团被老百姓包围了 民怨声高涨 已经快控制不住了 什么 不行 事情紧迫 我必须马上和歇悦通电话 现在脏势已经破下来了 我们必须出面表态 许准 我先回战训团 稳定一下百姓情绪 再把当晚的事情 跟大家解释解释 好 夏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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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安静 我就是夏智刚 是战训团的主任 我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说 就是他 抓住他 抓住他 住手 一场大火家园被毁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是请先听我说 放火的 我们家 绝不是战训团的战士 而是另有其人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把罪名 栽赃到战训团身上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很多人都看到了 就是你们战训团在放火 老先生 如果是我下达的纵火命令 今天我就不敢站在这里 更不会努力地跟大家解释 我大可以逃之夭夭 大家请先听我解释 先听我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家园都被杀了 你们战训团 却一点事都没有 不是你们干的事才干的 对 集合 把锡捲起来 大家请看一下 这是当晚我们救火的时候 战士们留下的印记 不同程度地受到轻伤 重伤 烫伤 砸伤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们是纵火犯 我们会奔倒一次又一次地 冲进火海去救人吗 我可以证明 我亲眼看到夏老师 带着战士们在救火 并冒着生命危险 在火海中救出一个小孩 我不会撒谎 如果当晚被救出那个小孩的母亲在的话 一定会站出来 为我们说几句公道的话 他们说的是真的 圣子 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快给叔叔磕头 乡亲们 这位先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是他救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也不知道他就是战训团的主任 请你们相信他 你们真的冤枉他了 求求你们了 乡亲们 就算你们救过人 也不能保证你们中没人放火 老人家 纵火犯已经抓到了 我敢以性命担保 那绝不是战训团的人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 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们想干什么 对吧 只吓住人 借薛长官明令 战训团 不得外出 不得外出 男人 把枪给我下了 你敢 下主任 你想造反吗 如果我真想造反 会等着你来搅枪吗 你 你 长官 我出个主意 你执行你的命令 可以包围战训团 但不能剿我们的枪 我保证战训团不会反抗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好吧 老师们 等我回来 我们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 战训团没有接得过任何点火命令 也没有任何一个战士参与送火行动 我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而是以八路军长沙通训处的名义 向您澄清事实真相 这里面有人 需挑拨我们之间的摩擦 故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纵河的几个人已经被捕 他们对战训团战士的身份 共认不讳 徐先生 除非你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否则我只能相信 战训团就是罪魁祸首 徐司令 我们背了黑锅 你的生意也受到了损失 我怀疑 这是日本特务组织的一次阴谋行动 其目的就是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 我想请徐司令彻查此事 为了公平公开 我建议叫夏志刚同志参加审问 夏志刚是战训团的主任 那几个纵火犯到底是不是战训团的人 一查便知 徐先生 你这是对我的人不信任了 我看没这个必要 我城防军业市长 已经把这件案子交给潘岳林全权负责 我相信他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是 国民党已经开始怀疑战训团的人了 刚刚包围了夏志刚他们 我已经知道了 那几个纵火犯那么容易就被抓 轻易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这就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的羔羊 由此封住大家的嘴 真正的纵火人还在逍遥法外呢 幕后指使绝对领有几人 这帮国民党的军官真是奇怪 明明是日碟所为 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不是看不出来 是他们也想利用此事 打击八路军住长沙通讯处 他们也一定在暗查日碟的 我们必须要尽快查清原因 绝不能让日本人的一谋得逞 另外要严防国民党部队 特别是军统对我们的破坏 记住 别跟夏志刚走得太近 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们不知道 但是军统一定是怀疑他了 因为他跟八路军通讯处走得太近 你一定要格外小心 我会利用和陈汉云的关系 暗中去查被警察丁抓捕的人 要请深行事 韩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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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些人都是服务自帅 这些人 真可怕 走 快走 干 韩队长 我听说那些纵火犯都自杀了 可不是吗 本来是我要提审的 可是没想到 现在都成死人了 他们都已经承认了 为什么还要自杀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 他们只承认自己放火队 也承认了战训团的身份 至于幕后主使者 他们只字未提 这就是共产党的厉害之处 这话怎么说 共产党善于做思想工作 他们这些人 个个认为自己是英雄 并声声控诉我们什么弃城投降 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有可用之物 这才放火烧城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真是一帮死硬分子 别管怎么说 人抓了 该认的也都认了 人这一死 这纵火案哪就算结了 反正是他们战训团人干的 跟咱没关系 老百姓要骂呀 也不会骂到我们头上来 这共产党不承认也不行了 人都死了 死无对证啊 薛司令那儿 你们叶市长有交代了 我这儿自然也就交了差了 我得恭喜潘厅长啊 这件事干得漂亮 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来 兄弟 也是全凭着你给我提供的情报 来 我敬你呗 不干张 不干张 干 我敬你 现在事情已经逐渐明朗 纵火犯自杀 卸索断了 但是这个周静波 还是有可疑的地方 因为他一直在极力维护夏之纲 而吴承勇反倒什么动作都没有 我觉得很奇怪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既然我们有烧成计划 共党为何就不能有此计划呢 通过这次纵火案 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共党也在担心日军会对长沙图谋 所以就提前行动 火烧场杀场 这段时间我一直盯着周静波 他的行为表面伤害都是在抗日 但是他周旋在国共之间 我始终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目前 除了吴承勇和周静波之外 你还要密切注意 共产党的行动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这次事件 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共党的能力 是不容小看的 稍一疏忽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层 好 静波呀 这次咱们家是侥幸躲过了大难哪 要不是二叔我 让家里人把咱们的宅院里外 弄得个灯火通明 那些放火饭 恐怕早就一把火 把宅院给点了 我知道二叔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我会记得的 静波 二叔呢 还想提醒你几句 别跟那个夏先生太密切了 你看 这次都成了放火饭了 这要让左邻右舍 看见你们经常在一起 背后会说闲话的 说就说呗 我不怕 你是不怕呀 可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 他要是 真弄出个什么事来 不也牵扯到你吗 二叔可是为你好啊 我的事我自有分寸 您就别操心了 你 姐 小栓子 你怎么背个包袱就来了 你怎么了 姐 我当火箭电压店被烧光了 我现在没地方去了 只能来找你了 怎么会这样啊 小栓子 那你就在这儿住吧 杏儿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样不好吧 家里头那么多夏人 这个头要是开喽 谁想来就来 这就不好办了 老爷老爷 二老爷 二老爷 您就可怜可怜我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吧 二叔 二叔 杏儿跟我亲戎姐妹 我能不管吗 我不是反对她来家里住 我是说 总得有个说法 那您说 有什么说法 你 老爷老爷 您喝茶 您先喝茶 您慢点 二老爷 我小栓子是个名牌人 我不会在您这儿白吃白喝白住的 以后我就跟着您 当您的跟班 给您跑腿 以后您有什么事啊 您尽管吩咐 小栓子我绝没二话 这小子 这话说得 让人听了心里的舒服 好 以后就跟着我 跟我跑跑腿吧 谢谢二老爷 谢谢二老爷 静波 你看 我这也对下人有个交代啊 谢谢小姐 谢谢二老爷 杏儿 那你带小栓子去收拾收拾吧 那我先去了 栓子 姐 姐 你们先去吧 我不走 那我还得看看二老爷 有没有什么吩咐 二老爷 您吹吹呗 快 这孩子真懂事啊 好好好 好好好 阿批派的真相 科长 这一次的行动非常成功 请问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国共两党的摩擦必须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大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们的计划也才刚刚开始 你的身份非常隐蔽 充分利用好身边的人 才是一名优秀谍报人员必备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 你做得很好 谢谢 多加留意你那个朋友周景波 看看他和共产党有没有来往 他和夏之刚交往密切 夏之刚是战训团的主任 我还不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 所以要弄清楚 如果夏之刚是共产党 那么从周景波那儿 也可以掌握共产党的计划 谁呀 二老爷 小山子 来来来来 我给您准备点小菜 也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 好小子 二老爷 我知道 您才是一家之主 以后啊我就跟着您 还得请您多多照顾我 山子 只要以后呢 你听我的话 为我办事 二老爷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二老爷 您放心 只要是您吩咐的事啊 小山子我一定办 一定办好 山子 你可比你姐姐强多了 我那个姐姐 啰哩啰嗦 这张口就周小姐长 周小姐短的 都烦死人了 说得好 说得好 这个女人哪 她天生就烦人了 是啊 二老爷 这女人哪 是要嫁人的 是只要一嫁出去啊 这儿跟咱们就清清了 你别说啊 山子 你这个年纪不大 说出这个还真是有道理 说得对 说得对 我是想啊 这什么时候 我那姐姐要是嫁人了 那我就太高兴了 喝喝喝喝 喝喝喝 吃吃吃 好好好 哎呀 山子山子 这东西呢 特别特别 我来 周静波去哪儿了 他去找夏老师了 夏老师今天没来上课 他很担心 纵火那天晚上 你跟周静波在一起 没有 我去监狱了 如果我没进去 就去看了看 何以理解 你担心监狱也有人放火 周静波和夏志刚 是真放火还是真救人 就不得而知了 周静波那天晚上 一直在学校救火 很多同学都可以作证 他没有放火的时间 放火也未必周静波亲自动手 况且你又不是亲眼所见 怎么能说得这么肯定呢 他和夏志刚关系这么密切 夏志刚的嫌疑最大 周静波非常值得怀疑 你好好盯着周静波跟夏志刚 如果可能的话 只要周静波去找夏志刚 我希望你能一起去 我们现在是同学 我会经常出现在学校里 我们联系也方便了很多 你放心 不会暴露的 夏老师 静波 有事吗 今天学校恢复上课 你真的忘了 我真的给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就去学校 你现在过去 同学们恐怕都走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长沙大火之后 北方爱国组织 被长沙那民募捐 一艘满载着救济物资 和药品的船 一周前从重庆出发 按时间推算 早就该到长沙了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道岗 我去码头也查不到任何消息 我去码头也查不到任何消息 战训团被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 我现在办的事情太困难了 长长 我去码头 高压 大队 韩云 有事吗 这是长沙纵火案 我的详细调查报告 你看看 这件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战训团的下主任跟我是老同学 我找他查过了 那天晚上 战训团所有的战士 都分成了几个小组 每一队都有人带着 他们当中 确实没有一个人参与纵火 写得倒很详细 可是毫无价值 这纵火犯已经被抓了 这案子就算结了 再说了 调查案件这是警察厅的事 你是军人 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这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这里面有阴谋 这是有人故意栽赃 就你脑子聪明 那警察厅的人都是白痴 还有 那几个被抓的纵火犯 不跑不反抗 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全都自杀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 里面肯定有关联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这叫集体自杀封外界的口 用来掩护真正的幕后指使人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点火命令是我下的 照你这么说 这纵火犯就是我了 那天你的行为确实有点反常 陈安云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团柱 事实证明你错了 而纵火的人却达到了他的目的 而你 无形当中就成了他们的帮凶 你放肆 陈安云 谁给你的权利给我这么说话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件事情 很可能是日本间谍干的 好 无形 盛开的花朵 鱼儿大龙 青春的梦 所有悲伤 无法诉说 所有幸福 无法触摸 一颗心不难 随波逐流 一腔的爱 都抚风中 女人花 处处无方向走 男儿泪 当当不再流 只要有爱在心头 天地间盛开着火红的花朵 风儿像心 一样的飘游 花儿似火 一样颤灯 往事若也 永不停留 何时天长地久 一颗心不难 随波逐流 一腔的爱 都抚风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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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